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全人类 这里是即兴主义广播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再多的抵抗也只是徒劳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即刻放下剧本 情义来归 即兴主义 我是赵怀玉 我是黄伟祥 我是吴孝贤 我们是一群来自勇气即兴局长的即兴主义者 透过这个节目 我们要向全世界进行持续性的即兴主义 心战和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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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先来玩点这个男生游戏 好的 来喔 3 things 请告诉我三种手摇饮料店的店名 可不可熟成红茶 那个那个那个 蒸煮丹 那个那个 五食兰 耶 3 things 请给我三个在大卖场可以买得到的东西 呃这个拖把拖鞋跟那个 韭菜水饺 呼呼 3 things 请给我三个大学科系 营养系 资管系 资工系 3 things 请给我三部在Netflix上面有的影集 1 或电影 啊这个这个 呃这个后 后 后 后意 这不是气 什么兵 哈哈哈哈 然后呃 孤卫 呃那个 母亲 呃不是那个母亲 那个 那个最后的房客 呃 亲爱的房客 哈哈哈哈 3 things 请给我三个适合 给孩子听的歌 哈哈哈哈 Baby shark 还有这个 两只老虎跟拔萝卜 3 things 请给我三种可以放松肩膀的方式 哦 去按摩 泡温泉 以及拿那个按摩枪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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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3 things 呃 请给我三种年菜 呃 长 长 长年菜 呃 黑骨鱼 黑骨鸡 呃 整盘的虾 3 things 请给我三个 这个歌词 歌词里面有爱的歌 这个 这个爱的真谛 这个 这个 对你爱不完 呃 这个 哎 哎 哎呦喂呀 3 things 请告诉我 这个 三种 就是 呃 日常生活中 很容易跑出来的情绪 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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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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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중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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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誰后一个 呃 请 告訴 我 三种 職业 呃 军人 警察 跟 小 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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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的 感覺可以下班的欸 可以囉 就是 呵呵呵呵 也差不多 有累了 哈哈哈哈哈哈 畢竟我們把所有的精力都拿來 測試技術的部分 差不多 夕陽都已經快要下屍了 呵呵呵呵 好的 但是剛剛這個 欸 暖身就想要稍微再激起一下大家的那個活力 有的有的 眼睛一亮了 有一點點幫助 有一點有的 腎上腺素有飆高了 呵呵呵 音量也有飆高 有有有哦 太棒了太棒了 好 我們今天這個宣揚的即興主義 依舊是會 來自這個 即興劇之父Kiss Johnstone 的 impro的這本書 那我們繼上一次呢 提到了這個 最後是停留在那個 Kiss他說 頓話不是年齡的必然結果 而是 教育的結果 這一句 超級殘酷的話 我個人覺得啦 是覺得 超級殘酷的話 然後 因為我是覺得殘酷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身在 就是 教育之中啊 我們都被 教育蹂躏過 這樣 只要長大之後才看到這一句話有一種 靠 都是我過去幾十年的生命 是被怎麼了的那一種感覺 這樣 對 我自己 我自己是留下這種 這種 暢然的那個 我自己看到 看到這句話是會 就會覺得有點像是一個警鐘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也是在做教育的工作 就是雖然作為即興劇教練的時候 你是在教練的位子嘛 可是我覺得也是在一個教育的位子 然後 很有良心的一位即興劇工作者 就有一個警鐘是 欸我現在到底是 限縮了 學員 讓他們本來的敏銳變頓化了 還是說我現在是 在真正的在啟發他們 對 真的太感人了 那 接下來我們就要順著他這個 關於我自己的 這一個這一篇裡面的 接下來的一小段 他就是前面 就是關於我自己 我們前兩集所分享的 他並沒有特別一個標題說 他是要聊什麼 總之他就是從他小時候 自己會做的一些事情開始聊嘛 但是到接下來的這一段啊 他有上了一個標題這樣子 然後這個這個標題 就是我們看到的那個翻譯版本 他是寫 叛逆 但是後來 對我們看到那個 我啦 我個人看到原文 他是就是 Countras 我自己去看了 因為我就是讀了以後覺得 我不太確定叛逆是一個 就是我覺得 最適合的翻譯嘛 所以我去找這個 Countras的這一個 詞之後發現 他有另外一個解釋是 那個矛盾 矛盾 嗯 對 所以就是 我覺得矛盾 後來我自己臨結會覺得 好像更接近我自己看他接下來這一段要講的東西 這樣 然後 那我就來稍微講一下他接下來這一小段 短短的這一小段他大概 講什麼 他就是說 就是Kiss嘛 他就說他 他自己大約在 9歲的時候 他就決定不相信任何事情 哇靠 我覺得真的是 真的 真的太神奇了 一個小孩在 9歲的時候他就決定他不再相信任何事情了 他說 因為他 他說這樣子很方便 然後他開始把每句話都倒過來 就是把每一句話都倒過來去看看說 反過來是不是也可以成立 對 就是光是最前面的這兩句我就覺得 這小孩真的好有趣喔 我不太確定其他小孩9歲的時候 都在幹嘛 就是 你們有 有 有 印象自己 9歲的那個年紀的時候 大概都在幹嘛 9歲應該是我們 國小 3年級吧 小2年級 3年級 嗯 嗯 對啊 我自己 我剛剛有稍微回想了一下 如果是 差不多3 4年級的時候 我自己很粗淺的印象是 因為我有一點點在意就是說 我自己在學校的成績怎麼樣 因為我不是一個什麼 成績很好的小孩 但是我記得我在3 4年級的時候 有 不知道為什麼有幾次月考 好像有考到第10名左右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欸我好像蠻厲害的 有這個印象回家的時候很開心 因為跟媽媽講說 我考了第10名 沒有在追求什麼第一名 第二名 就是 所以我有這個印象有點 有點那個 在意這個成績 然後還有 相關的印象 3 4年級的時候是 在 下課時間常常跟男生在那邊打打鬧鬧 就有一種 有點喜歡 這個 班上某些男生 然後會故意跟他們 來一點什麼 卡來 出來啊 或者說 這個 這個 說什麼 嘴皮子 刷刷嘴皮子的在那邊 就是好玩 這樣子 又帶一點情愫 對我 3 4年級 對阿 是我對3 4年級的 有一點 一點印象 對 對阿 我覺得如果回想起來 我應該是個 蠻被 蠻被 詢化的孩子吧 小時候 為什麼這麼這樣啊 詢化 因為我覺得我 做的事情 是蠻符合 學校價值觀 或社會價值觀的 小時候啦 可能我是 長女吧 就是整個家族裡面 最大的 我爸爸是老大 然後 然後 我是 我們家的老大 這樣子 我兩位都是老大 對 然後再加上 可能我又蠻聰明的吧 就是 學習能力很好 所以從小 我就 一直在獲得 我被關注 然後我做事情 做得很好的時候 就會被得到很大的 稱讚跟肯定 所以我好像 就會遵循這樣子的方式 走下去 所以我 我有意識到我一直在一個 很符合社會價值觀 很符合 父母期待的狀況下 度過我的小學 你說你很有意思 所以你那時候就很有意識 你是很符合這一切價值觀 我不是 我那時候沒有這麼有意識說 我是這樣長大的 但是我現在在回看 我的小學是 非常符合 父母期待跟 符合社會價值觀的 尋化的 在長大著的 嗯 所以你應該是 就是相較於 Kiss Johnson 他是不相信任何事情 你那時候應該還算蠻相信你 你身邊的蠻多事情 蠻多事情的 而且要好好讀書 要好好寫功課 要 對 要做好所有的事情 每一樣事情都要會這樣子 嗯 嗯 我在這 部分的 想到的也跟懷孕是有點接近 但 我最有印象的 反而是 呃在 九歲大概小二小三 我是這樣抓 是 我那時候應該都在玩 然後是在 班上的那種 帶頭玩的人 可是不是那種孩子玩 而是我今天會發起什麼樣的遊戲 然後那遊戲規則由我來定了之後 我們就來玩 這樣 然後甚至三年級的時候 還有在運動會 在 帶著班上的同學 在前面是 在唱什麼 蝸牛與黃麗鳥 然後跟另外一個女生搭配 要做動作 我要做蝸牛 還要做黃麗鳥 然後帶所有同學做這件事 然後 也是風雲人物這樣子 然後會很享受這件事情 是喔 哇 對 我不曉得黃偉翔 以前居然是這種小孩 哈哈哈哈 我為什麼剛剛說 跟懷孕有點像 也是 我好 我有印象的是 我只要做這些事情 那就會可能會得到 掌聲 或是會被說 你這樣做是好的 嗯 那你就順著那個狀態去做 會耶 我覺得會 對 很像狗狗 譬如說牠撿完球回來 會獲得食物 然後就會被增強 這樣子 真的 嗯 對啊 而且好像相對 因為我妹 我有兩個妹妹 我妹小我三歲嘛 所以大概那個時候也是正準備要念小學 嗯 那因為在家裡的那個情境 當他們可能在吵鬧的時候 會比較分擔父母的注意力要去照顧他們 那我會選擇 我是安靜 比較乖的那一個 而不會用吵鬧的方式去爭取到注意力 而是 我用安靜來提供一種貢獻在家裡 這小時候是有感覺的 老大的責任 你小時候就知道要提供安靜作為貢獻 也太了不起了吧 我好希望我的小孩現在就知道 要提供安靜 作為家裡的貢獻 哈哈哈 不過他才三歲 哈哈哈 不知道哪裡襲來的一種 嗯 你就是很想要 真的是分擔爸爸媽媽的 好 那個壓力 所以黃偉翔你 如果相對於 Kiss想懂他 說他不相信任何的事情 你還記得你九歲的時候有相信 你眼前的任何事嗎 哈哈哈 我大概那個時候還蠻相信我爸媽 說的話吧 甚至那種 小學看到禮義廉恥 你就覺得對 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小學生 你就是要禮義廉恥 就是那種 充滿相信的那種態度 嗯 我好像也 對啊 我現在回 記不太起來 我有什麼特別不相信 欸可是如果講到這個不相信 我有一些 嗯 想法是 我 尤其在廁所一個人的時候 我會開始想說 這個世界就是圍繞我而生的 可是全部的人都在演戲 噢 騙我 就是我之後看到楚門的世界 我有種很奇妙的共感 我想說 我小時候就這樣想的欸 就是覺得每個人都是在演戲 然後只有我是 真的人欸 噢 對 我 我現在在回想起來 你就是小公主就對 就是女主角這樣嗎 有 有一點 可是我沒有到 很驕傲或什麼 可是我真的會覺得 對 大家就是在演戲 然後在我周圍繞 跟你說你是相信到一種 另外一個極端的 還是 我懷疑 我懷疑 大家是不是都是在演戲 只有我是真的人 所以這算是一種不相信嗎 還是算什麼 我覺得算是不相信這個世界的 哦 存在 哦 有趣欸 這關於存在上次那個 思維跟謙德他們也有 講到 我就覺得 在這方面我就 在小時候沒有什麼 哈哈哈哈 沒有什麼這方面的那種 懷疑這樣子 嗯 這樣 這樣我有一個 我有一兩個還蠻微妙的連結 是因為剛剛懷疑講到 就不相信 嗯 我國小是 這講 這有點偏喔 我國小 我沒有在國小的 馬桶的廁所裡面 上過 大號 哦 因為我不相信 就算我掃到非常乾淨 但我都不覺得 這個地方是乾淨 因為別人也會使用它 這真的有點偏 哈哈哈哈哈哈 謝謝你 我還在理解說 這是 哦 就直接在開乾淨吧 對 就是不相信別人的 清潔能力而已 我想跟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即興 哈哈哈哈 但我 但我 我為什麼這樣講是因為 因為不相信很方便啊 因為我只要拒絕就好了 哦 我知道如果是這樣連起來 我好像比較可以看得懂這一句 就像 可是你帶給自己很大不方便 你不能在那邊上大號 好不方便喔 哈哈哈 可是小時候不會這樣覺得耶 啊真的嗎 所以你很enjoy 可以不要在學校上大號這樣嗎 但我是後來才了解說 那可能是一種不放鬆 哦當然啊 嗯 當然 但說到這個我有種 我也有一個不理解是 為什麼不相信任何事情會很方便 而且這其實會帶來一種優越感 我說如果那時候我就不相信這件事 嗯 因為大家都這樣做 但我沒有那樣做 所以我才剛剛這樣連起來 我是看 有一點看不太懂他 他這個 原有 為什麼 不相信任何事情會很方便 我還有看原文的確是convenient 對 我覺得我們可能可以 就是繼續看下去他這一段 看他說什麼 看我們可不可以更理解這句話 因為我自己有一點點 有某一些理解 但我也不確定那是不是 就是我想的那個意思 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他是 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說他有一點 就是很想要 怎麼講 很想要去 反抗呢 或是說質疑這整個世界 但是他發現只要你 就是不相信 因為他是決定不相信 這是一個選擇 他決定採用這個不相信的這種態度 他就發現 好像很方便 所以我猜的這個方便 就是很方便去 反抗或是質疑這個世界的一切 之類的 就是目前為止 我是這樣的感覺 但我覺得我們可以 繼續 就是看看他後面又講了什麼 這樣子 好啊 那他就是說 他說他開始把每句話都倒過來 看看反過來是否也成立 然後呢 甚至就是 後來他發現這已經變成一種 他自己都沒有注意到的一種下意識的習慣 就可能他太習慣就是 把每句話都倒過來看 這件事情 變成他已經是反射性的一個習慣了 然後他還說他 呃 一旦在 他發現他一旦在想法裡面加入了 不 這個字 就會出現一系列的可能性 OK 就是這個 不 我也有看一下他原文講的是 not 嗯哼 對他就說在想法中 不序 對對對發現not 因為我覺得這個 先停在這邊就是 我是好奇說 怎麼把每句話都倒過來 哈哈哈 你覺得小Kiss想鬆的 他是怎麼做這件事情 他會不會有點像我們提的為什麼 就是 而如果天空是藍的 那可能小時候我們會問 為什麼 嗯 會有點像這個嗎 每句話都倒過來 他都倒過來是說假設這句話是 我愛你 到底他倒過來說我不愛你 還是會變成你愛我 對 就是我原本也是想說可能是你愛我 但是他後來說 他又多了一點就是說 加入了不 嗯 這個字 所以我在猜可能是 你不愛我 我不愛你之類的 對我覺得是加入 不 不 不然實在太困難了 對啊 怎麼可能 好像那個也不是 好像也不是他想追求 如果是每一個字都倒過來 嗯 倒過來比較像換位思考吧 或者根本變成一個無意義的詞 比如說 像這句大約在九歲的時候 那倒過來是變成 厚實的歲久在約大 對啊 就很很難 而且沒有意義這樣子 那如果加一個不的話 會變怎樣 嗯 我覺得就可以比較刺激思考 大約不在九歲的時候 還是 就是 我沒有 在大約九歲的時候 決定不相信 喔 喔 加入個不確實是出現了 一系列其他可能性耶 是 我覺得很像在我們做 那個去你的烏托邦後期的時候 嗯 去想另外一個 極端的可能性 喔 對不對 就是 如果這個世界上 有任意門的話 那該有多好 然後再加入個不 如果這個世界上 沒有任意門的話 有什麼好與不好 喔 就會會刺激另外一端的思考 你就會變成一切不是那麼的合理 比如說 上課要乖乖的 那如果上課不乖乖的 會怎麼樣 嗯 對 有一種你就會去想 想說那這個要乖乖的 又是誰 帶來的呢 對 欸你剛剛那一句我覺得 我就立刻可以想像 可能就是小Kiss 像是這種 她會做的事情 就是她好像是主要是把 大人告訴她的話 直接加個nut 看會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這樣 對 就是你講說上課要乖乖的這樣 對 吃魚才會聰明 而且我剛才 你剛剛說上課不要乖乖的 那會怎麼樣 我馬上有種奇怪的危險感 什麼危險感 我可以 我可以 搞亂看看這樣 可能會有各種不同的這種 念頭好像會跑出來的感覺 哦 對 我覺得她這樣 如果我不吃魚 我就 等一下 其實也不會怎樣 我就不會聰明嗎 還是說我只要 不吃魚 我就會變笨蛋嗎 什麼之類的 對 就有點去挑戰 挑戰這些話 挑戰權威這樣 對 或說如果有沒有小時候 大人或是老師告訴你 你一定要這樣做的那一句話 你小時候很信奉的 如果現在加一個不 嗯 可能會 有不一樣的感覺 天哪 我們每個人來貢獻一句 就是小時候大人 就是告訴你你很相信的話 我很相信 但我比較多 可能腦中現在浮現是不準哭欸 哦 哦 哦 對如果不準哭 不準不哭 天哪 不準不哭啊 對 如果你被告訴的是不準 對 不準不哭的話 會怎麼樣 哇這世界好不一樣 天哪 我好難想像說 天哪 因為我們常會演說 小男孩被叫不準哭 可是我 就是一個活生生的男生 就坐在我面前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有點難過欸 哦 就是 對 天哪 那我可能就是 就是要做這個 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哈哈哈 誰跟你講的 誰跟你講的 我爸媽 對啊 好成熟 在你這麼小時候就講 這樣的話嗎 可能有吧 是好沉重 好沉重喔 對啊 就是 應該是有 我不相信是不是有那麼小 但是這個就是很深執 就是 如果你剛剛提到說 就是那種 大人 會在小時候一直 就尊尊教會 這可能就是 我覺得如果是九歲 十歲差不多吧 嗯 對啊 九歲十歲應該 那如果不做 對社會有貢獻的事 或者說 對社會沒貢獻 哦 哦 的人 我不曉得 這個你不要來問我 因為我是從小被灌輸這個 這個道理的 我怎麼會 我可能就是 答不出 什麼有營養的答案 之類的 嗯 我 對啊 我小時候 然後 我想不到欸 哦 我小時候蠻常發生的是 如果被鄰居打了 我的家人會給我東西 叫我說 去打回去 哇 哇 哈哈哈哈 這樣子 哇 那如果 在那一刻告訴你說 不要打回去的話 哦 為什麼要 嗯 哈哈 我不知道欸 那可能就繼續哭吧 哦繼續哭 對對對 對 anyway 總之 對對對 總之我們是體驗一下那個 小Kiss Johnson 可能會 他可能會做的實驗之類的 嗯 嗯 嗯 OK 總之他 後來呢 他就他在講說 在你的想法裡加入不之後就會出現 一系列的可能性 然後他這邊就是說 尤其是 戲劇 嗯 嗯 在戲劇裡面他說 一切皆可假設 我覺得這個我很同意啦 嗯 我也很同意 因為我們在戲劇裡面就是要做 各種的假設 然後用各種不同的觀點去 可能討論一件事情還是什麼的 嗯 對啊 這個 我覺得也好反映在笑話裡哦 就是 因為我對脫口秀很有興趣嘛 然後我覺得 脫口秀其實就是一直在 在 在提出一個 哦 不是你想的這樣的 哦 的一個刺激 對對對 或是一個驚喜 對對對 所以 嗯 加入不真的會有好多 可能性出現 嗯 像前一陣子我聽到一個短短的 他說 哦我是自己紅的 我可不像有些 有些人是哥哥靠妹妹紅的 然後台下觀眾就在笑嘛 然後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阿滴跟滴妹 對對對 所以大家想到的是這個 然後他下一part是說 那個 迷豆子真的幫了哥哥好多忙啊 鬼滅之刃 鬼滅之刃 然後觀眾又笑得更大波了 就是你本來想的是 阿滴跟滴妹 可是如果不是阿滴跟滴妹呢 那還有什麼可能這樣 嗯 這個 這還蠻有共感的 他說的這個 嗯 有趣 然後他 他這時候就開始講說 當他開始成為 一個老師的時候呢 他就很自然的 會想要去反轉 反轉他的老師 過去曾經交給他的一切傳統 像是呢 他可能特別是指戲劇方面 因為他就是一個戲劇老師嘛 他會讓他的演員做鬼臉 互相侮辱 然後閉著眼睛跳 然後大喊大叫 以及 變著 就是說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 就是 就是胡搞 胡鬧這樣子 對 就是 這些可能是 大家 不那麼 認為在傳統的戲劇訓練裡面 是那種 他不那麼認為是 可以拿來訓練演員的 一些中規中矩的方法 但是當他成為一個戲劇老師的時候 他用來就是訓練演員的方式 卻是剛剛講的這些 就是他這邊就有講說 那就是會 就像是他的身後 他用的這些方法 就像他身後就是有一套這種 這種完整的即興教學 傳統一樣這樣子 就是 應該可以 就可以這麼說 就這些即興的一些教學方式 在現在的我們來講 我們已經熟悉了 因為我們就是 學習 從Kiss Samson 他的這個系統 下來的這些即興劇的訓練方式 所以 我在猜那個時候 他在這麼做的時候 是 很反傳統的 搞不好可能也 對 也被人家 質疑 搞不好包括他的同行啊 甚至被他訓練的演員 可能都會覺得說 為什麼禁牌練場 要叫我們做鬼練 然後彼此罵一些 就是髒話這樣子 侮辱彼此這樣子 然後就是做一些奇怪的一些 看似胡鬧的一些訓練方式 這樣子 對啊 然後他就說 他那時候這麼做呢 就像 就是等於說他用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他的原則 他就是 直接的去反轉以前 他的老師所教的一切 好像就是他以前的老師 教他們幹嘛 他現在就是不要那麼做 而且甚至就反過來做這樣子 譬如說以前可能就是說 不要做鬼練 或是不要 不要互相侮辱啊 就是 然後要跳的話 要張開眼睛跳啊 張開眼睛跳啊 什麼之類的 他就完全反過來 對 這好延續他 小時候在做 九歲的時候 在做的那件事 對啊 對啊 他怎麼會勇敢啊 對 我跟你說我想到的也是勇敢 因為 因為包含你的同事 會怎麼看你 跟批評你 比如說可能我去國小 在戲劇課程的時候 我讓學生站在桌子上跳 那可是可能別班的老師 走過去的時候 下課就會來跟我聊一聊這樣子 或是說吵到他們了 可是光是這種同儕壓力 就夠讓我覺得 喔好煩 或者是很有壓力了 但是他 我覺得他 變成是要他帶領一個 新的傳統進來嘛 我覺得那好 需要勇氣喔 真的耶 他怎麼 就是現在這件事情 算是已經發展起來 然後在這個世界上 雖然不是很大眾 但是已經有一批人 也很信仰他所提供的 這一套訓練方式 是有價值的 但是當他剛開始的時候 他怎麼 怎麼可以就這樣子 日復一日繼續下去 還不自我懷疑 然後還沒有就放棄 對啊 還找得到飯吃 裡面應該有 蠻大程度的熱愛 才有辦法延續吧 對啊 或是說就像我們上次講 他可能真的就是 蠻活在自己的世界 到一種他根本不care 別人怎麼看他 對 然後他這樣蒙著頭 這樣做下去 欸好像漸漸也做出一點什麼之後 欸居然有某一個加拿大的大學 要聘請他 去戲劇系裡面 就是教課當教授 對啊 就是 就有一個 熱愛 然後還有一個信任 相信自己想的東西 但是這裡面 這好難喔 還有一個自大耶 我覺得是需要 一點自 是一點嗎 還是很多的自大的 要蠻多的自大的 因為 可以在九歲的時候 決定不相信任何事 這 這個要超級自大耶 嗯 九歲的時候 真是 而且 如果把這個 決定不相信任何事情 聽起來好像比較負面 或怪一點嘛 那如果是 對任何事情 都帶著一個批判的態度呢 對 嗯 是吧 就是這個感覺像是 就是我們比較長大以後 才會說的比較文雅的說法 我想 對不對 就是 嗯 因為我看到它 英文裡面是說 I decided never to believe anything 嗯 because because it was convenient 就是 never 他是 對啊 就是他 他這個中文還沒有翻譯到 他是說 我就是決定 再也不相信任何事情 哇賽 這是一個怪小孩 對啊 哇 講到這個我想到 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是 那時候 就是我跟幾位 我們的團員去加拿大 上他的課的時候嘛 然後他就說 如果他講話 因為他有點累 他講話太小聲或者是 不清楚我們聽不懂的時候 我們可以隨時在我們的位置上喊 LOUDER 就是對著他喊 LOUDER 這樣子 然後後來大家就默默的點頭嘛 但是他自己就笑了一下說 Let's see 就說 咱們看著吧 可是我跟你說 我真的整場 整個工作坊十天下來 沒有任何人 對他喊 LOUDER 大部分都會說 Excuse me Can you pardon 或者是 Can you repeat again 對對對 對對對 沒有我只是突然想到說 他 我不知道是跟他 應該跟他 不相信任何事情 沒有太大的關聯啦 只是他 長久以來的經驗跟觀察 所以 我在猜 這一刻 你是有更理解他這個人嗎 因為你那時候在上課的時候 他這樣講 你是有覺得說 幹嘛啊 幹嘛這樣子 對啊 幹嘛這樣子啊 我一定 我一定可以喊LOUDER的 我跟你講 你講話 如果太小聲 我坐在太後面 聽不清楚 我就要喊 但沒有 所以他有到 有一刻很小聲 但你 你有 他常常很小聲啊 而且他 他是個老人 可是我在想 這其實有可能是個遊戲耶 我的意思是說 像帽子戲法那樣 嗯 他在跟你玩個game 然後 他可能也在 我覺得他不是故意小聲 對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語言的差異 我很多時候都好想請他重複 或再講仔細一點 對 可是我就是不敢耶 那他也 我也符合了他的 相信 就這裡面 大家是很 還是在比較服從權威的狀況下 我會相信他那個部分 真的算是 以一個他的 教學經歷累積 之後他 怎麼講 他算是他 提供的一種貼心吧 我覺得啦 因為我覺得他可能就是 意識到他自己聲音有時候 就是會有點偏小 然後他是 有點貼心的 先事先告訴大家 但是我覺得他 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 怪小孩後來變怪老頭 他一邊提出這個貼心 但他一邊又覺得 很 怎麼講 很悲觀 覺得說 雖然我這麼講 你們一定還是不會敢 對於我這個老師 在我教課的時候 對著我大喊 LOUDER 我覺得他是這樣子的心情 我覺得他不是在玩任何的遊戲 這樣子 對啊 就是某種程度 我覺得他 以他這樣子 的人 他會提供這個貼心 我覺得已經蠻難得的 對 因為我覺得他 他很多時候上課的時候 都顧著講自己的 那種感覺 這樣子 對 就是 有趣 對啊 那他最後在這一段 他的最後一句 他就 給了這麼一句話 他說 他說 在普通的教育中 一切都是為了要 壓抑這個 抑制 自發性 這樣子 他就是 等一下我看一下 他的那個 原文 原文 對 這算是 壓迫吧 對 就是要去抑制壓迫那個 自發性這樣子 也就是 spontanity 喔 自發性 但是 我想去發展他 就是他可以說 普通的教育裡面 都是為了要抑制自發性 但是他 想去發展自發性 這個東西 這樣子 他這一段的最後 他就講 這樣 就是 不知道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說意識到他想去 發展 或許是他開始成為一個 所謂的老師吧 他可能就是 有發現到說 就是 對啊 就是他想要去發展這個 自發性這個東西 在他的教育工作裡面 嗯 但我覺得有時候好實際 也好現實的是 因為現在教育的環境 我們都是團體 群體生活嘛 我覺得 如果就算以我自己 作為一個老師的立場來說 我 我覺得好困難去做到 讓每個學生都完整的去 完全的去展現他們的自發 或者看這個自發 可能也可以再定義 因為 還有一個是團體的秩序 嗯 對啊 我覺得是有 有 有他的 困難 困難存在 你現在講的是 是說 所有的教育 還是說像是我們帶領 嗯 小學 我比較快想到的是小學 因為小學的班級經營啊 秩序管理啊 其實是 很大的考驗 那如果每個 全班30個學生都在 很 大大的發展他們的自發性的話 我自己想像的是 很可能面對到的一個困難 是秩序會很亂 當然也可以說 秩序亂也沒有關係 可是我覺得那好像是 需要去平衡的一個部分這樣 但我會有點認為 我自己 在幫他解讀一下 會覺得說 他應該是想要把 自發性這個東西 當做 當做一個東西來去 學 去發展吧 然後我再猜他可能會覺得說 在 現在 或是說他至少他經歷過的 教育裡面是 不但沒有把自發性當做一個 要學要發展的東西 而 為了學習所有其他的一切科目 像什麼 這個英文啊 數學啊 什麼自然科學 為了要學習那些 過程中所用的方法 都是在抑制自發性的 都是那種學習的方式 可能都是比較填壓的啊 標準答案的啊 這那一種 就是比較不鼓勵自發的思考啊 或者是實驗性的方式之類的吧 我猜啦 這是我幫他解釋的 因為我覺得 那跟你剛剛說的那個班級經營 我覺得好像還是 怎麼講 有一個區隔 就是他講的自發性 並不是說在學校教育裡的任何東西 我們都要鼓勵他自發 但是我會覺得說 他可能也會希望就是 就是要把自發性當做一個 該學的一門學問 譬如說戲劇課 就是可能就是一個可以讓大家好好去學自發性 或是去發展 我們人裡面有的這個自發性的這個潛能的一個 一門科目之類的吧 我猜啦 我自己的解讀是怎樣 你這樣講我覺得 有比較 我覺得蠻可以接受的 因為他那時候 我記得在上課的時候他有說 他國中的時候看漫畫 他是國小看漫畫 然後被老師罵還被老師沒收 然後他那時候 他在講的嘴臉其實是很 又生氣還有不可思議的 我說看漫畫被老師沒收還被老師罵 我看漫畫 我從中也是在學習故事語言 還有那些話 就是學校老師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樣子 所以如果連結到你剛剛說 我們一定要照著老師給我們的教材 去學習 制式化的規定的東西 可能就跟那個制發性 會是有些時候是有抵觸的 對 就是 對啊 但是他剛剛講的這個 就是有點像是 對 就是我還是會覺得說他就是 應該是說 漫畫是可以讓我們學到東西也沒錯 但是你確實講一般級經歷的話 如果說現在在上數學 大家都在看別的漫畫的話 確實老師上幾課來是會 會有那個困難這樣 有那個挑戰這樣 但是並不否認了 從漫畫裡面我們其實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這樣子 對啊 就是 可能是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代表了他對於 現在的教育制度裡面所設計的 不管是學習項目或是學習方式 應該都是他很想去反抗跟質疑的吧 我想 對啊 對 我想要對 現在講到這個字發信 然後也對 剛剛講到那個矛盾 我現在有點連結 想做點回饋 是 我想到那個 也是英國的戲劇劇場大師 然後在他一本書裡面叫做 開放的門 然後裡面就講那個篇幅 他在講 所謂的素人 素人演員 跟所謂的專業演員之間的差別 所以他在那個書裡面就寫了一個 通過文字的方式去告訴你說 如果你要去表演 你拿著一個碗 然後走一條線走到對面 從A點走到B點 嗯 那你要 好你走過這件事情之後呢 你要拿一個無食物的碗 無食物就是手上沒有拿那個東西嘛 然後這樣子走過去 然後跟你要演 你拿著這個碗 中間半倒之後水灑出來之後 你要該怎麼做 這件事情本身的這個 雖然是一個簡單的指令 但你就很可以清楚看見一個所謂 專業演員他能夠提供出來的 那個當下的那個品質 跟你能夠看見的東西 跟素人演員之間的差距 那我在看這個時候 我就腦中就會浮現一個很大的矛盾 是一個演員要不要被訓練 他才能成為一個好演員 那那個好演員是什麼 如果我說 這邊看到的 可能藝術存在 不論是我們自己個人身上 或是之於這個社會 他可能 他會需要有那個反叛 或 我需要找到一些角度 去自發的去提出一些什麼 可是 我們所謂要成為那個 藝術精英的那個過程當中 是 不斷被訓練成 你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演員 他其實好像還是在一個 框框裡面 然後我 我自己是 時常在想這之間的矛盾 的這樣 所以這個 抑制自發性 因為 在 我相信我們在成為 演員 我是不是在即興的世界裡面 是是是 可能都會被告訴你 你應該要怎麼樣 是是 對那我就會想 我一定要那樣嗎 嗯 然後我就常會被說 我是一個難搞的演員 哦 對 對啊 我有一個這樣的經驗 嗯 我聽你說 剛剛有一句話 有一種 整個打進來 是說 一個演員 到底要不要經過訓練 去成為一個演員 我覺得那個打進來是 啊 好矛盾哦 因為有時候 你看到一些素人在呈現的時候 你會自己問自己說 欸 我會買票去看這樣的戲嗎 我的答案可能是不會的 因為那個 可能是沒有一個戲感 或者是身體啊 或者運用空間啊 聲音的投射啊 都不能夠滿足我 所以我可能會覺得 嗯 是需要被訓練的 可是 可是那個訓練 可能又會去抹滅或抑制了 演員本身的自發性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對我來說好 你那個問題打進來的時候好矛盾 對我來說很矛盾這樣 我沒有答案 我覺得 我還是覺得 嗯 她的這個答案 也是一樣在平衡 就是 她講的這個矛盾 這個矛盾我覺得 真的就是說 她發現她 可能她想要發展這一切 可能在 她那時候所成長的這個世界 一直常常覺得格格不入啊 或者說覺得 有一些可質疑的部分這樣 然後事實上也確實是 就是她後來這樣子 不顧別人的眼光去發展出來的這一套 即興的這種訓練的系統 相較於那些已經比較主流的那些演員的訓練系統 嗯 在我自己現在這麼多年 就是十多年 來去看這個 即興劇 就是發展在現在這個戲劇的世界裡面 我會覺得真的就是 即興劇它值得一個位子 就是至少我們現在講訓練方式 就是即興劇的這個訓練方式 它值得一個位子去 讓那些所謂想要成為演員的人 也是除了那些所謂傳統的 有本戲劇的那種訓練方式之外 他們也應該來去接受這種即興的訓練方式 絕對能夠為他提供一個很好的平衡 嗯 就是當然他 他剛 他 我覺得他有想要提到的很多就是說 他看到那些 不管是傳統教育或是傳統的 戲劇教育裡面那些 反而讓人就是抑制自發性的那個部分 是真的我確實是覺得說 只單獨用一種訓練的方式 一定會產生一種缺陷這樣 一定會有他 就是極端之後就是比較 就是有缺點的地方 他不是唯一有用的這樣子 對啊 然後也會譬如說 或是也有一些人 他真的就是用錯誤的方法 想要去達到某一個結果 但是卻 就是 最後就是反 那個效果是反過來的 這樣你想要讓一個演員 表演得好像很自然 但是你去用的訓練方式 去打壓他的 自信啊 創造力啊 他的當下 的那個狀態 變成他就是超級不自然 他超級有意識自己在表演 對啊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需要這種 即興訓練進來 去幫助去平衡那一塊這樣 讓演員是知道自己在即興的 這裡面的這些 接受自己的 就是有的點子 接受自己有的那個創造力 然後或者說在受挫的狀況下 怎麼樣趕快復原 這些都是在表演的當下 常常需要有的一個 心理狀態嘛 就是這些如果進去平衡那些傳統的 呃 戲劇訓練的話 我覺得就是一個 是一個理想狀態吧 我覺得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子 回到他 對 回到他為什麼提到 矛盾 嗯 這個 這個標題 這樣 好的我們 其實這 小小的一段這樣 噼噼啪 也時間差不多 差不多 是不是 哈哈 哇 我就說每次 就以為可以 可以講很多 cover很多話書上的內容 但是其實 一點點就已經 哈哈 是 差不多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就會收在這裡 這個各位你們準備好 今天的這個 極性口號了嗎 嗯 我準備好了 哈哈 好的我好像也 我好像也準備好 我 應該 在你們兩個呼完之後 我應該就準備好了 哈哈 OK 好 那我再來先 好的 好 好 極性主義 翻天覆地 極性主義 沾沾自喜 極性主義 極性帥 回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